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缘唐善书 生灵的悲戚 主助先佛为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 佛鸾为通天虚彼 南海观世音菩萨将 圣世无今日降助 生灵的悲戚 第47章 五逆不孝 转生触道 圣世 天地至明至正 乃包中讲孝 对于五逆不孝之人 总是处罚最重 以示其物 故世人当名此礼 认忠孝 存立于心 总可得福热也 同时亦可因而正道也 图二 今夜亦不出游 在堂内论述劝是可也 一切尊师安排可也 图二恭听恩师训言 为师今夜所要论及的 在世人如今之心里头 总是认为不合时宜之问题 如今工商社会变迁如此快速 这类问题早为世人所默示与淡忘 其实为师今夜所要谈论的才是人生最重要之问题 不管社会如何的变迁 科技如何的进步 这些问题总是存在的 而且总无法更疑的 虽为师知道类似之提纲及训言 不知有多少先佛提过 但如不再加以强调 不止世人将陷入永远受苦的途径 或是因为不知其利害关系而导悟自己的行径 那先佛也当负些责任 如能详与明世 世人不知回省 那自物则就无法再怨天尤人了 恩师所言 徒二似懂非懂 不知恩师所要提论的是何提纲 就是老掉牙的问题孝啊 因如今之社会 孝字实在是难行 而世人总是妄行而违逆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成不知不能尽孝之人 总要受最严厉的苦行 过往之后 依其不孝忤逆之程度 给予适切之惩治 在地府 朱延军均属中孝之辈所掌管 以致忤逆不孝之人也 世人总不明现世果报明显意见 而不知自省 如今大多之处道 都是由这类之人 不孝之人 所转生而来 不止得劳其一生 且要经常挨饿 受苦 受鞭打 以还其不孝之罪 故当之后果之严重 予以速速私省 以尽孝道才对 同时 人当以一切之生灵为鉴 为父母者总是尽其所能 尽其所利来呵护 养护自己之子女 为人子女者 既受恩成长 难道尽些许棉薄之情 反哺都不能做到 实在有违良心 有逆良知 所以这种心态 最属不当也 故转生触道 以成其罪 如为师不祥加说明 世人总不知前因后果 而我行我素 如有点灵智之人 能误为师今夜之言 就当素加返回己心 尽些孝道 为人父母总是盼望 子女能乖巧平顺 听话就好 并不盼望子女 能各个成龙成凤 当然如能力所及 自更欣喜 稍加体贴父母之苦心 父母就满足了 也不必你有多大的成就 父母总会在你身旁 陪伴住你的 这种天下父母心 难道不知去尊敬吗 那你又如何尊敬自己呢 盼无知言 没有白费唇舌 多少能提供给你们 些许知醒悟 以为赎罪 更盼世人能知 今能孝敬父母 而后你的子女 同样会回敬于你 如不知孝敬而忤逆 非但要受地府苦行 那你的子女 亦必将为伍于你 到那时悔恨 则晚以明思吧 恩师训言清楚 如世人再不能知悟 那任何先佛 也就度不了你了 是啊 严禁于此智者思悟 愚者自悟 今夜谈论也算多了 哦哦哦哦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